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都是同样的状况 如果北韩发生战争的话 你觉得川普丁会做事吗 普丁如果不会做事的话 美国能够讨到好处吗 好 我们今天请到六位来宾 对大家分享属于的 抗议大学副校长马昕明明 大家好 好 各位人事务工作者刘灿荣 大家好 好 第三位航太博士佛林报老师 大家好 好 第四位是网络公民家族取恒 各位大家好 好 第二位是资讯媒体黄夏 大家好 刚刚讲到了现在美国跟北韩 双方真的已经完全谈美化了 你都已经在联合国双方的杠上了 可是川普还是暗兵不动 有人讲说其实最可怕的就是普丁 如果你现在把叙利亚的情势翻过来看的话 普丁觉得太可怕了 宝洁 我们第一个要讲 川普跟北韩基本上公开翻脸到不能再翻脸了 川普在联合国致辞的时候 北韩代表是站起来背着他走掉了 也就是你今天我根本连瞧都瞧不起你这个人 你演讲我一秒钟都不想听 你就是我故意等在第一排 我等着你讲话 但你一开口我就走了 对 宝洁 所以这是一个彻底的蔑视 他连打招呼都没有 我就走了 而且特别是外交部部长在联合国上面 他一讲川普在推特上面叫我们国家元首叫火箭人 那我当然只能用火箭瞄准你美国本土 我有火箭来伺候你 对 所以在这种状况之下 川普也回向说那你如果这样子的话 你们也存在不了太久了 双方的对峙还在不停的升高当中 尤其是韩国演习一般来讲 双方都是一年到两年前准备好的 结果9月21号韩国电视台特别报道 他说美军没有预先通知 从本土紧急派兵到韩国 也就是南韩来进行演习 抱歉 这次他特别派C1拐C17 运送重量级的武器来 哈马斯火箭炮 它的射程光是普通火箭弹42公里 也就是你从非军事区逐一打到 穿过军事区然后直接击中 北韩的所有炮兵部队 如果是真成火箭的话 可以从非军事区直接打到平安 所以在这种状况下 他们竟然到了韩国队 可以在短时间大量发射 导弹的火箭炮 当初其实有要考虑卖给台湾 但是因为这个威力太强大 所以后来撤销了 他特别 这次美国陆军第18野战炮兵旅 突然之间接到上级命令 给我立即直飞韩国 炮兵旅都来了 所以他们 所以我不是航空母舰来了 我不是空军来了 我不是海军来了 我的地面部队炮兵都来了 抱歉 而且更重要的是 24小时之内十兵十弹 就跟韩国的美军第八军团 驻在韩国 直接在西海岸十弹射击 你到马上射击 抱歉 所以他这样子的模拟 是完全强调在紧急状况下 如果总统下令 我能有多强的地面战力 直接运到南韩去 看起来不到24小时 可以运一整个连的哈马斯部队 后来加到银 然后最后他们在考虑说 我今天的运输量 是不是能够运一个旅到韩国去 所以我不仅仅是 透过这个西小管运输机 把这个火箭炮运到当地 我也要跟你证明说 我可以快速的运输 而且移到当地 马上进入作战准备 保洁 那为什么美国要做到这种程度 是因为双方已经把互相的恫吓 推到极致了 B1B我们之前讲 美国最厉害的高空超音速战略轰炸机 已经飞到北韩以东的外海 是21世纪以来 美军战机抵达的 最接近北韩边境的区域 那在这种状态之下 双方已经没有底线了 我再往下推进去 就是不折返 然后直接去轰炸平壤 就跨越红线了 我现在已经在红线的最北方了 保洁 那所以在这样的状况之下 B1B的这个动作 把北韩 把美国都推到极限的时候 在地球的另一端 却发生了另外一个非常危险的事件 什么事 保洁 就在叙利亚 美军跟俄军 竟然已经公开宣称 对方在这场战争中 扮演重要的敌对角色 你觉得 在叙利亚我都是一个战争代理人的一个角色 我今天都在打你对方扶植的军力 可是没有想到 当ISIS完全被摧毁之后 图雄比线 现在美国跟俄罗斯在叙利亚 要正面交锋了 保洁 因为9月21号 俄罗斯的国防部发言人已经讲说 我通知美国了 你的反对派武装部队 再次的偷袭我的特种部队 跟叙利亚军队的话 我绝对开火还击 三天之后 俄罗斯国防部直接公布一个照片 戴尔卒尔以北这个区域 是叙利亚反抗军最后的阵线 他直接公布照片 他说你看 里面有大量的美国特种部队的 汉马装甲车 也就是你的特种部队 竟然在我的战领区里面 实质固守阵地 准备要跟我们作战了 最近的普丁杀无可杀了 他现在已经杀到美国面前了 我们今天讲到了 普丁之前杀的是 你所有反对阿塞德的反对力量 不管你是ISIS 不管你是反抗军 我都杀无色 用各种毁灭性的武器来对付你 甚至连白亏队 我都不放过 但当一切反对势力都被我毁灭了以后 步步进逼 步步进逼 你现在知道这个基地已经是美军基地了 我已经直接拍板叫作证了 宝洁 因为俄罗斯跟美军为什么已经到战争边缘的原因是 最早的时候美军曾经讲过 诱发拉底河是最后底线 俄罗斯部队只要赶跨雷池一步 马上开战 但事实上 9月18号俄罗斯部队已经开过诱发拉底河了 所以接下来 所以全部只会打嘴炮 也就是说 你今天不是对金小炮这样子 你也对普丁这样子 但普丁完全不怕发你 普丁过了你也不敢怎么样 抱歉 而且更重要的是 他们还特别公布了画面是 我们除了骁勇善战之外 我们作战也毫不流行 你仔细看 画面上那一台车子的大卡车旁边 烟尘里面 其实有一台自杀炸弹车 但最重要的是 所有的叙利亚士兵 都终终终终跑 你看到的是 留下来的俄罗斯特种部队成员 看着炸弹车冲过来 动也不动 就是要把它打到爆为止 真的把它打爆了 保洁 所以我们必须要讲的是 所有其他人 你仔细看远方那个红圈 那你明确就知道 他往你这边冲过来了 但俄罗斯士兵就站定位置 站在那个卡车旁边 对准远方不停的射击 因为对他们来讲 他们知道 这阵地就是我的阵地 俄罗斯人绝不容许 从战场上退出 所以一路守在那边 等到炸弹车开过来 他还是一路开枪 开枪 开枪 开到最后 等他引爆之后 你看到这俄罗斯士兵 连一步都没有退后 这么可怕 保洁 你看实际上 之所以会被拍下这个影片 是因为叙利亚士兵说 哇靠 这也太夸张了吧 跟我们一起作弹了俄罗斯士兵 连恐怖分子的自杀炸弹车冲过来了 我们所有人都跑了 但他还是坚守阵地 所以就是普丁在叙利亚的战场上 证明俄罗斯的军队是 能战 善战 敢战 也就是这样的一个动作 你其他国家 你如果要打北韩 要打所有俄罗斯的盟友 你都要考虑再三了 而且宝洁 所以他在9月20号 公布了最新的接近战 一场战役里面的数字 他说我这一次 俄罗斯的空军 光用我的优势兵力 就直接打死了850名恐怖分子 摧毁了11样坦克 打掉了4辆改装的二制步兵战车 46门重武装的pick up truck 5门破级炮 两辆自杀炸弹车 20辆卡车 跟38个弹药库 俄罗斯空军跟俄罗斯地面部队 只有三人受到轻伤 刚才所有的战果 用三人轻伤 就换来850名恐怖分子的命 所以他也在告诉全世界 若要与我为敌 请看叙利亚是什么下场 所以美国你胆敢对北韩动手 我就会一样 介入叙利亚的能力跟战力 介入北韩 好 那瑞德 在叙利亚的战场上 我们身份了解到普丁的残忍无情 跟一个粗暴 他把全世界杀仗力最大的武器 用在了叙利亚 不管你是平民老百姓 或者任何的军队 真的把当时恶名糟糟的ISIS 一路的把打得溃不成军 现在这批人 他们有公布了刚刚讲的资料是 没有想到他们的特种部队 没有错 事实上呢 那么俄罗斯的特种部队 早期的特种部队呢 它的表现实在是不如美军的 包括三角洲啦 绿扁帽跟海豹部队 所以他们这个痛定失痛 训练出了一支全新的特种部队 那这支特种部队 为什么会知道美军在这个俄罗斯 突然间袭击乌克兰的 克里米亚半岛的时候呢 美军发现有一支奇怪的军队出现 为什么呢 因为事实上呢 俄罗斯战斗民族呢 它的战力是很强 没错 可问题是啊 那么在打克里米亚半岛的 这个战争的时候呢 有一支俄罗斯的军队特别凶残 然后特别这个飙悍啊 而且他们就在同时啊 在乌克兰的东部叫盾内吃客 出现了一批很奇怪的民兵 那么为数大概是50到80名左右 他们全部穿夺军服 可是没有任何的标章 徽章 什么东西都没有 然后呢 他们组织跟攻击的能力啊 超过一般的这个等于 连一般的陆军都比不上 那这支部队到底是哪来的 为什么有这个能力 进到盾内吃客了以后呢 他们有办法立刻攻打进去 盾内吃客的很多地方 最后才赫然发现 原来这支部队是全新的 俄罗斯的特种部队 叫做SSO 那么SSO到底有什么了不起的地方呢 原来现在不是俄罗斯 在这个叙利亚的战场 打得如火如荼吗 对 那么事实上呢 SSO啊 在之前我们知道一个新闻啊 是土耳其不是打下了这个 等于说苏凯24嘛 把俄罗斯的苏凯24打下来了 苏凯24被打下来的过程当中 它的这架飞机的仪表板上面 有俄罗斯的机密 所以呢 必须冒险把它取回来 就是SSO冒险进去 把它完整的全部拿走了 那除此之外呢 跑到土耳其境内把它拿出来 对 没错 那么除此之外 事实上呢 俄罗斯的总统普丁 那么之前还特别亲自受勋了 16个SSO的成员 那么他还特别发布新闻说 16个成员都是由我亲自受勋 而且他的这个指挥官 还得到了俄罗斯联邦英雄的这个称号 这么厉害 那到底做了什么事情 到底做了什么事情 为什么俄罗斯的总统普丁 这么大规模的 这么堪而皇之的表扬他们 给他受勋呢 原来他们16个人 在叙利亚的战场上 创下了一个记录 16个人打败了300多个人 然后还让对方这个恐怖分子 全部落荒而逃 那他是怎么办到 原来这16个人 都是SSO的成员 这一支特遣小队 那么潜入了他们攻打的 这个恐怖分子的范围里面以后 锁定了包括恐怖分子 他们的弹药库 还有他们的坦克 还有包括他们的火箭连续发射系统跟雷达 然后把相关的讯息交回 传回给俄罗斯的空中部队了以后 砰砰砰 三辆坦克一个弹药库 再加上一个火箭连续雷达系统 全部毁灭 可问题是全部摧毁的过程当中 他们的定应部队发现了这一支 SSO的16人的特遣小队 所以包括破级炮 包括大炮 也包括坦克 全部对他们射击之外 300多个人的武装部队 就朝他们开始进行包围 300个打16个 对 那照理来讲300个打16个 然后再加上这么多刚刚说的一些武器 这16个人非死即伤 甚至于可能被唬辱嘛 不是的 为什么呢 因为经过了这个四次 对方四次的攻坚了以后 那么结果没想到 最后的结果竟然是16个人 KO了300多个人 而且最后对方是在半夜的时候 这16个SSO的这个 里面的成员 全部带着这个所谓的 红外线这个夜视镜 然后在夜间的时候 就炸了三辆坦克 然后还有包括 把各式各样的这个武器 全部炸掉 最后300多个敌军 那么放弃了三四十具 他们自己同事的尸体 落荒而逃跑掉了 然后这16个人 没有一个人死亡 甚至于没有一个人受伤 太夸张了 所以SSO回去以后 普丁认为这是我军大胜 在叙利亚的战场里面 竟然拥有如此不可思议的战果 所以他对SSO 非常觉得非常非常了不起 所以特别召见他们还受薰 那他比起阿尔巴这些 等于说老大哥特种部队 他到底有什么了不起 怎么训练来的 原来很简单 他是第一支俄罗斯的特种部队 用美军的西方训练方式出来的 像这个训练方式是什么呢 就在你看他摇来摇去的过程中 事实上就是模仿 如果你在行进间 你在行进间我要怎么射击 对 他们的射击 不管长短枪可以射击在行进间 我都能够精准打击到我的目标 那这个目标必须经过长期的射击训练 跟胆式训练 他们就用这样的一个训练方式 那除此之外呢 他也还有一招 很多特种部队都会跳伞 你看他这是扛着自己的 这个同事的过程当中 受伤的同僚 受伤的我还是必要边走边射击 除此之外他还有一个 特种部队都会跳伞 但是他直接海跳 什么叫海跳 我在跳伞的时候 我直接跳到海里面去 这个就叫做海跳 事实上在美军的海豹部队训练里面 有这一项 而现在SSO参考 包括美军 包括很多特种部队 他就把它放在他们俄罗斯的 这个军队里面 所以他又有俄罗斯彪悍的 那种早期的训练方式 然后他又有最先进的美军的相关的 这个等于说训练的方法 所以这个就可以解释 为什么SSO后来在包括叙利亚战场 在一些乌克兰战场 都可以用很少的人 但是就获得非常大的战果 好 那参加 这样我们看到就是 最近你就发现 在我们的周边 在太平洋上面 有很多国家都出现了地震 如果在这样子画去看的话 你就发现 没有想到我们讲到的 全世界火山地震最频繁的火环队 最近很不安宁 最近真的非常不安宁 是因为太平洋火环带 好像真的到了活跃期 大爆发的一个时代了 我们知道最可怕的就是 墨西哥大地震 919的时候 保洁他又一次地震对不对 没想到9月23号 又在他的南边 你看他已经连续地震 同一个板块了 又有一个6.2级的地震 短短的几天里面连三震 科学家吓了一跳说 奇怪了 他的能量到底有多少呢 不但是如此 最近菲律宾也发生了 5.0的一个地震 就在他正中央 也是一个地震的带 所以大家就紧张说 是不是火环带就非常复杂了 而且保洁这恐怖的在哪里呢 恐怖在哪里 这个是全球的一个地震资讯网 我们过去的时候 每一年当然有很多地震 这太平洋火环带对不对 短短的30天之内 保洁你看密密麻麻的 30天 143级都是5级以上的地震 30天里面有143级地震 5级以上 5级以上 所以保洁你看 你看这边到处都是 你看全部这个百分之八十几 都是在太平洋火环带 而且都是5级以上 才被标记出来的 导播我们看就是 在过去一个月的时间 有143起的地震 全部都5级以上 导播我们看到 它几乎都分布在火环带上面 而且绿色的是6级以上 这个伤害是更大 而且可怕在哪里呢 在过去这一个月里面 发现说过去最恐怖的 二十几年来地震的经验的地方 都发生地震 什么意思 墨西哥就在1985年 大地震的周年 同时发生 30年后又发生 对了 而我们台湾在921那天 5.7级 在我们的花莲的外海 就是921的那一天 5.7级 然后在这边 纽西兰那边 他们曾经有过 基督城的大地震 保洁它有6.1级 6.3级 甚至于在日本 福岛的外边 也出现了四五次的一个地震 通通都在这个火环带 而且都是过去 最恐怖的一个地震地带 而且保洁还有更恐怖的地方是 科学大人发现说 原来这些地震 好像还有海啸的恐怖 为什么呢 因为过去的时候 突然之间 在去年的年底开始 科学大人在研究班达海 印尼的班达海里面 竟然过去90年 常常在研究 因为这本来就是地震 最活跃的地方 没有发现 突然发现有一个 地下7公里的地方 有个占地6万平方公里的 海底大断层 而且甚至在活动之中 所以他们就 海底大断层 而且一活动起来 保洁他们说 绝对会比南海大海啸 还要严重 可是更恐怖的是说 因为这个地方研究了90年 从来没有发现 怎么会在去年的时候 突然出现了一个新增的 而且这个海底大断层 还是到目前为止 整个地球上表面上 找到的一个 最大的一个海底大断层 它是新发生 还是本来存在 我们没发现的 所以科学大人就说 赶快要解答 因为过去90年 难道是怎么会找不到 突然就出现了 而且这里面 还有更可怕的是什么 因为科学大人发现说 这个断层里面 保洁它有452个火山 全世界的火山 75%又在这个断层带 75%在这个火环带上面 火环带上 而且是正在活跃的火山 有452座 发现恐怕也纯纯运动了 所以巴黎岛那边的阿贡火山 保洁它现在 已经发生的地震 五百七十一次 各种地震五百七十一次 所以他们政府下了最高警戒命令 先从山边的周围 3.5万人紧急的撤离 把贡火山 把贡火山可能要喷巴了 而且就这么严重 而且还不是如此 他们说再下来的话 20万的巴黎岛人 统统把他撤离掉 然后还不 巴黎岛人要被撤走 要被撤走 因为那个火山觉得说 因为它已经有 五百七十一次的各种地震 很恐怖 而在美国这边 美国也很紧张 为什么 因为他们最怕的就是旧行山大地震 就没想到今年一年以来 到现在为止 旧行山那边 4.5级以上的地震 撤到了三十一次 也是变成一个活跃和平凡了 好 那方老师 你就帮我们带来两个影片就是 原来有一个非常特殊的小行星 你可以想象 这个小行星像双胞胎一样的纠缠 而且还对地球会造成威胁 好 宝杰 你刚刚讲的一点都不错 它是一个双胞胎小行星 双胞胎 原来这个小行星 在2006年的时候 第一次被发现 它是根据Space Watch这个计划 要看所有对地球附近 有400个 它要观察 就我2006看到它 而且给它定了一个名字 但是越看越不对 越看越不对 这一颗的小行星 还会带尾巴 有尾巴 所以表示它又是一个彗星 所以2001年的时候 就把它取了一个名字 叫做2006VW139 这个小行星很有意思 那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呢 对 跟我们有很密切的关系 我们看看 这个是8月22看到 你看很明显 看到没有 双核 还有一个尾巴 双核 还有一个尾巴 很明显 两个核 而且这两个核 好 这个我就要讲了 它一开始看到的时候 是一个小行星 2006年 对不对 然后后来发现 竟然是一个彗星 2011年 然后现在到了2016年的时候 它为了要证明 它这个彗星的特异的性能 所以说在快接近太阳的时候 差不多9月份的样子 它特别把这个哈勃望远镜 调过去 专门看它 专门盯着它看 因为照着两个彗星就一个核 那小行星就一个 怎么会有两颗呢 而且还是一个 又是小行星 又是彗星 很少见 那是不是这种东西很多呢 不止这一个呢 所以特别调了哈勃彗星去看 2016年8月底的时候 可是看它 你可以看到 看到 两个光点 两个光点 好 它原来是一个 它原来是一个 叫做2006年VW139 这是后来 它2011年改了名字给它 因为发现它已经是个彗星了 远看是一个 结果近看来 既然里面是两个核 你看 这两个距离100公里 而且大小相等 在整个宇宙里面 在整个这个小行星带里面绕 然后 这个双胞胎 双胞胎 大小一样 同卵双身 速度一样 你看2006年的9月1号 看到它 很明显两个核 而9号的时候 又变成一个核了 会变到 慢慢变一个核 10月9月20号的时候 又变一个核了 然后9月29号的时候 保健你看 变成两个核了 很明显两个核 而且带个尾巴 这是它一开始 8月22号到10月26号 过去2016年看到了 两个 看到没有 就是两个核 然后慢慢拖了个尾巴 这个尾巴带来水冰 那是不是这个原来是一个小行星 但是受到很奇怪的力量 在5000年前 变成两颗 然后两颗里面 加上它的水气 互相甩 所以说两颗距离越拉越远 100公里 然后保持距离 这样一直走 接近太阳的时候 它因为水冰的关系 就拖个尾巴 但是它还是两颗 它充满水 充满了水 所以说 它那尾巴是充满水气 对 因为充满了水 所以接近太阳的时候 这个冰就融化了 变成水 所以形成一个尘埃的一个尾巴 那是不是代表说 在木星跟火星 中间的小行星带里面 这种东西不止一个 所以说 会有很多双胞胎 双胞胎 而且掉下来 水也来了 把你蜜也搞掉 会连续来 对 会连续来 所以基本上 这是一个很奇怪的 一个天文现象 但是这很奇怪的现象 是不是只有它呢 不是 我们的这个自由号太空船 太空站在太空里面 去年10月 也看到了一个 很奇怪的现象 这是2016年10月2号的时候 从这个自由号太空站上 拍到地面的一个地球的状况 大家知道这个太空站 基本上它的距离 是在差不多远地点 差不多360公里 近地点大概340公里 有的时候也会到400公里 所以说 如果你看到下面有东西的话 表示一定是在400公里以下 很巨大 你看得到就表示很大 而且速度很快 一个白点 你让它可以看 等一下我们可以看它 它这样照到照 照到这 它有一个箭头在里面 你可以看到一个东西过去 白点 而且这个白点 如果说是人造卫星的话 很慢 但是它很快 而且很奇怪 而且后面 也跟刚刚会星一样 也拖了一个小尾巴 所以我们不清楚一个 什么样的东西 但是还是一样 因为这ISS会实况 实况的时候 它每次实况都会出事情 都会出事情 所以说 这个是不是 这个外带空这些东西 它希望给你看到 看到没有 看到东西在走 你看 后面还有一个 看到没有 有个尾巴 跟刚刚会星一样 不晓得什么东西 然后这个 而且你这个速度来讲 相当的快 因为太空站 太空站的速度 差不多7.6 7.7公里每秒 它这个比它还稍微 快一点点 你看 你看看箭头 它这样过去 你看 看到没有 很明显 像一个球样的东西 这个显然是在 400公里以下 所以表示说 这个宇宙里面 有软体双身的小行星 像个会星 我们地球上 有很奇怪的东西 也带个尾巴 不知道是什么东西 好 那许平 接下我们要看到了 在美国现在 被找到一个 非常奇怪的峡谷 为什么恐怖跟奇怪呢 12个人进去 只有一个人 能够出得来 要向大家介绍一个 全世界最真实 绝美的魔幻世界 魔幻世界 对 我告诉你 来 大家看 这个就知道了 这个地方美到不行 这是亚利桑那州的 羚羊大峡谷 你看这多美啊 这它真的颜色吗 真的颜色 它颜色是这个样子 我告诉你 它是在地下 它是一个红沙岩 阳光照进来以后 它有各 这是它最有名的光瀑布 光瀑 光打下像瀑布一样 光打下像瀑布一样 你看这绝美 我告诉大家 你能够看这个 非常幸运 因为全世界到今天为止 单张照片拍卖价 最贵是多少钱 多少钱 三千多万新台币 一张照片 你说拍羚羊大峡谷 结果这张照片 就是拍羚羊大峡谷 你听懂意思没有 拍里面一张照片 是这么值钱 对 因为它拍得绝美 好 所以 所有的摄影 看到没有 所有的摄影家 都想来这个地方 来拜访 它有上羚羊跟下羚羊 那这个绝美的地方 这是世界上最干燥的地方之一 干燥让它土地非常坚硬 坚硬到什么地 干燥一定吸水 对不对 它坚硬到不吸水 所以水滴上去 就在表面上这样凸卡一个水机 它完全不会吸进去 所以我问你 一下子就被闻水 因为它不吸地 它不吸水 好 对 排不走 1997年 有12个外国人 包括德国人 瑞典人 美国人 下群 结果在16公里之外 下了一场15分钟的小雨 1.5英寸的小雨 那很少 对 只下了15分钟 结果40分钟之后 变成爆红 真的假的 然后 因为它是个峡谷 所以我说水都集中在这边了 对 所以从这边 啪 砰进来 把12个人全部冲走 活了一个人 因为它卡在 盐缝里面 它被水冲走以后 整整卡在盐缝里面 一个美国人活了 那死了11个人 死一个人被冲走了 我告诉你 我说是1996年 对不对 到今天21年了 有两个尸体到现在没找到 冲到哪不知道 冲到哪不知道 所以你看 那个框布 我一定要给大家看 它最有名是光铺 它光铺就是最绝美的 结果你看 它居然杀人 两个人到今天 居然还没找到尸体 好 讲到这个大峡谷 它非常非常有名 这边发生了一个 被拍成电影的 172小时电影 埃伦罗斯当年 就在这个山系 山脉里面的大峡谷 被夹住手了 它虽然不同州 但同一个山系 对 同一个山系 那大家都知道 这个埃伦罗斯 他自己去登山 过一个裂缝的时候 他要过这个裂缝 居然被一个大石头 从上面砸下来 砸了它 居然没把它砸死 它在这个裂缝里面 但是你知道 大石头做了一件什么事情 就是把它 你看 它摔下去了 摔下去 大石头把它 右手背 给整个夹住 它居然悬空 被右手背夹在 全海峭壁里面 抽不出来 抽不出来 它刚开始 它带了摄影机 这是它对的摄影机 讲疑言 我告诉你 它第一天 用小刀 一直去戳 希望能够把石头弄动 弄不动 第二天 它有带绳索跟滑轮 它用绳索和滑轮 要把那个大石头弄起来 弄不动 第三天 它开始绝望 注意 它总共只有350ml的水 18ml的水以后 到了最后 它本来打算 要讲离物严 第五天做一件事情 把这些右手背割断 它有什么把手割断 它拿就是 蹲个小刀 蹲个小刀 注意哦 割肉已经够难过了 它没有办法 它没有办法麻醉 没办法麻醉 第二个 骨头是最难割的 你骨头怎么割给我看 第三个 它说最痛最痛的 割神经 神经传 它退痛感的 它说当你割肉还已经很痛了 割骨头 慢慢锯 已经够痛了 最后割神经的时候 那已经非人类所能忍受的 它最后居然把它整个割断 自己把自己的手给卸下来 割断还没完 割断之后 它不能爬上去 它就往下 垂降 居然垂降下去了 垂降下去 还在荒漠里面 走了四个小时又三四分钟 幸好遇到人 好像一个新的问题 它为什么没有死 因为它失血可能过多 低温 水只有350 它过了五天 我告诉你 第一个就是因为它严重脱水 严重脱水咒 它的血液太浓稠了 不流动了 所以没有失血过多 真的 也因为它脱水 所以晚上低温 它才过得去 它居然没有死于脱水 脱水反而救了它一命 所以这个故事 我相信很多人都听过 这个危险的故事 但这个故事 就是在这个 绝美的大峡谷的三系里面 同时发生 所以这大峡谷 它有绝美的风景 我讲魔幻 因为它也痴人 好 那市长 现在我们看到了 在中国大陆的贵州 居然有一个非常神秘绝美的地方 它在2006年才被发现 而且是通过纽约的报导说 你一定要来这个地方 一趟才不虚此生 宝剑 纽约18在形容贵州 这个地方的时候 它用了一句标题 说被隐秘了七亿年的 地球上的一块绿宝石 漂亮的一块绿宝石 被隐秘了七亿年 因为它七亿年前形成 一直到现在才被发现 这在贵州的一个地方叫双河洞 这个地方是从 由大陆跟那个华国两边组成的探险家 去找出来 找出来 当时找到的时候 你知道刚开始往这个洞里面走的时候 走了大概 探勘了大概有20公里 长度20公里 但没想到这样一路探勘 探勘到现在2017公布出来 亚洲第一个长洞就在这边 已经200公里 超过200公里 是喔 对 很深 这个洞非常深 而且你要从那个上面要垂掉进去的时候 它有天坑 你要垂进下去垂掉 500多公尺深 所以很大的一个洞 你要先垂掉500公尺才可以到洞口 对 这么漂亮 对很漂亮 它这个是人间的一块绿宝石 它这边有一个地缝 他们形容说是中国大地上的一个大伤痕 一块大伤痕就在这边 它一个叫油铜锡大地缝 油铜锡大地缝 这个地方我们平常看一线天 一线天我们台湾也有人去看 很短 它这个很长 几公里 好几公里长这个地方 而且你进去的时候 它会拐弯拐来拐去 一拐 它为什么叫 有人讲说它这个叫十二倍厚 为什么叫十二倍厚 十二倍厚 因为这个地方你走进去 除了有的是干的地方 还有十二个深潭 十二个深潭 它那个潭水 像浴一样很碧力的 还有瀑布 那个瀑布下来 水清澈无比 还有丛林 你看那个山的那种整个 克斯特造型的一个地形 所以他说这个地方是节式奇观 非常漂亮的一个地方 你看不到的那种 在前球上看不到的物种 在这个双核洞里面 你可以看到 第一个它有发现一个 这种白色透明的那种蝌蚪 这蝌蚪最长长到十五公分 将近二十五公分 那它长得青蛙 它长什么样 青蛙可以想见几公斤大 那你这根蝌蚪你知道 它很奇怪 它的蝌蚪不是在龙洞里面 不见天日 那你把它抓出来 到阳光一曝晒 它白色会变成紫色的 会变色蝌蚪 会变紫色 对 在目前世界上 没有这样会变色的蝌蚪 从白色变紫色 对 那它另外还有发现 这种东西叫乙蝎 乙蝎像蚂蚁 它其实是属于蚂蚁 但是你看它前面这两根脚 像蝎子的脚 蝎子的脚 但它又没有蝎子 那个尾巴会跳起来的那个尖刺 所以这种乙蝎在这个双核洞 也是那个街舞仅有的一种发现 那这个蜘蛛也是一样 这个蜘蛛的造型 他们讲说那个蜘蛛的那个腹部 跟这个尾巴 还有脚的造型 在世界上 几乎都是独一无二 只有这里才有 那最有名的 它是里面发现什么 发现一种猫 叫天使猫 天使猫 你可以看影片 它们有拍下来 那个天使猫非常漂亮 找得有点像 像感觉眼影看去像浣熊一样 它整个身体都像棕色 棕色 那脸这边是白色 但这种天使猫非常奇怪 在这个双核洞里面 它脚这边跟身体这边 其实有一块像脯一样 是连起来 像飞鼠一样 连起来 对 那其实这种猫很大 这种猫很大 这种猫大概身体 身体尾巴不算 身体大概达到五十公分 半公尺 半公尺 它一跳 它可以把那个脯一展开 它可以用飞行 飞行 所以有人说这种天使猫 在世界你到目前为止 发现了也是在双核洞里面 只有这里的地方才有 所以中国贵州的动物植物 跟它所有的里面的景观 所以纽约时报讲说 你如果到中国 你一定要去的一个地方 就是贵州的双核洞 而且这个地方特别是 它是水洞跟汗洞并存 对 这个龙洞其实 你知道喀斯特地形 我去过很多个洞 它很特别的地方是 它水洞跟汗洞并存的一个地方 一般就是水洞 一般就汗洞 没有并存吗 它一般进去的话 水即使很小 像一个小池郎 它这边不一样 它这边进去那个水 像你看这么大一个水洞 它汗洞跟水洞并存 而且你知道 它这个洞 这样一层一层 它漂亮是哪 我们平常去龙洞 大概就是一条路一直走 它不是 它是一条路走一走 你好像上下楼梯一样 你要下去以后 以下又有一层 对 所以他们说 它这个洞中有洞 洞上有洞 洞下又有洞 所以它总共有四层 跟我们平常想的 四层 对 景观不太一样 所以它非常非常地 一个特别 非常地漂亮 今天我们最近 欢迎收看关键时刻的报告节 很多人觉得 台积电已经是一个大象了 可是这个大象 竟然还会跳舞 现在这个大象 在过去六年里面 它的市值 竟然增加了三倍 而这个时间刚好就是 当张罗某重返台积电 它就喷发出来 有一个长足的获利 现在更可怕的是 竟然连美国的搭跑 美国现在也要发展 它们的无人机 发展它们的AI智慧 现在这些晶圆 竟然都下单到了台积电 他就问说 台积电现在到底掌握了 什么样的基础 它有什么样的一个能量 过去的六年 已经成长了三倍 这是它的极限 还是一个新的喷发的开始呢 好 我们今天请到六位来宾 对 没错 宝贤你知道吗 过去张忠某他曾经 对 没错 宝贤你知道吗 过去张忠某他曾经 有一个心愿 他说他未来市值希望有一天 能够赢过Intel 这个希望在这几年就已经超过 目前台积电是全球半导体的 第一大市值的公司 这时间到底花多久呢 宝贤你知道 2009年也就是说台积电的张忠某 重新回任的时候 当时他的市值大概是Intel的一半 可是经过这六年之后 他赢过Intel 现在赢过他200亿美金之多 这么多 对 没错 不只这样 你知道他去年张忠某的一个年度 他台积电赚了钱 宝贤我们都说这个郭台铭 很会赚钱的吧 对 马云很会赚钱的吧 他的赚钱是3343亿 比鸿海的1513亿 跟阿里巴巴1811亿 都还要更多 等于说马云加上郭台铭 加起来才等于张忠某 他是这个华人圈中 最会赚钱的电子公司 你就知道说他的能力非常非常厉害 他现在在六年的时间 他的市值增加到三倍 这个到底是他一个顶点 还是一个新的开始 因为更可怕的消息是 原来台积电已经到了一个新的世代 到了一个新的境界 他已经会AI的镜片 更可怕的是 连DAPA DAPA要发展人工智慧 也向台积电下单 没错 那这几年的话 张忠某到底做对了什么 第一个 他的技术不断不断的推进 才2009年 他刚上任的时候 那时候台积电的技术 是三叉奈米 但是结果这几年的话 你看2011年的时候 已经生产到28奈米了 然后到2014年的时候 生产到16奈米了 然后一直到今年的话 已经生产出10奈米 明年的话会进入7奈米 后年会进入5奈米 那紧接着3奈米就要生产 甚至到了2奈米 不只说他的整个 这个制程的速度 萎缩技术是 目前全世界最厉害 他还掌握未来两个 会改变人类生活的 一个就是AI的人工智慧 另外一个就是 美国国防部DAPA的这个技术 DAPA真的下订单了 没错 我们现在讲了 为什么是AI非常厉害 保洁你知道 这一次台积电 这一次iPhone的iPhone X里面 不是有一颗叫A11的这个晶片吗 他被他认为说是仿生的晶片 为什么 他里面有一个GPU 也就是说这个绘图晶片 这个绘图晶片 他透过所谓的图像学习的方式 开始在学习我们以前 我们人脑学习的模式 用这样的方式去学习 那知道为什么 他这一次这么厉害 保洁 为什么他这A11这么厉害 因为排机电有一个所谓 相当特别的封装技术 封装 那这个封装技术它怎么样 我们知道这个A11的晶片里面 它有一个6个核心的这个CPU 那也不只这样 它还有一颗GPU 那GPU不说的话 它里面还布满了满满的D-RAM 跟NetFlash在这里面 你说过去 NetFlash都放进去了 过去人家是把它分散在旁边 那台机电就说 那我们要把它整合在一起 整合在一起的话 运算速度可以更快 但是这个整合难度非常高 这要透过台机电自己 专家独门的这个封装技术 一个扇形封装 台机电可以封装起来 全世界没有人能够做得到 因为以前过去是 你做逻辑计算的是放在一块 你做储存的是在一块 可是台机电认为说 人脑不是这样的 人脑是逻辑计算跟储存 是放在同一个位置 所以我要去比照人脑 所以台机电就是 不但是我的晶圆的技术 再加上我的封装技术 两门技术台机电都拥有 整合了以后 一个小小的晶片上面 我同时计算同时储存 它已经真的是累人脑化了 没错 我们刚才说 事实上这一次的A11晶片的话 它目前打造出来之后 人家都说 这个晶片实在太厉害 它领先Android阵营技术 至少两年以上 但是保洁你知道吗 它目前台机电在AI的技术 领先这个三星 至少一年以上 为什么这样子 台机电自己有讲 他说我们 为什么人脑 人脑的话 大概如果以电晶体来算的话 人脑大概是有上造个电晶体 在这里面 但是目前的全世界 最厉害的晶片的技术的话 像这个所谓A11 它是43亿个 NVIDIA目前可以做到150亿个 也就是说如果你能做到 上造电晶体在这里面的话 它就是跟人脑一模一样 跟人脑跑得一样快了 也就是说所谓的超级晶片 就是有上造个晶圆 上造个电晶体在里面的话 就是超级晶片 这个技术目前就有台机电做了出来 所以你说过去 我们在追求的就是 越来越小越来越薄 我要储存的量越来越大 但现在我找这个量 冲到上造个晶圆 可以放在一个小小的晶片里面的话 那就跟人脑是一样的 对那就是所谓的超级晶片 那当然为什么讲到这个技术非常重要 就是台积电自己研发的 我们现在目前台积电的副总 叫余振华 他发 他研发 他带领了这个所谓封装团队 做出所谓扇形封装 可是保险你知道吗 事实上一开始要做这个扇形封装的时候 当时的台积电的张忠某 他给另外一个人做 叫了梁梦松 就是投靠三星那个梁梦松 梁梦松因为这个所谓扇形封装 它不是很先进的技术 它是所谓微米级的这个技术 那我们知道说事实上梁梦松 他喜欢的是奈米级的研究 他认为说这个技术我根本不想要 但是台积电张忠某 早就知道说这个东西非常重要 所以他原本想要倚靠这个梁梦松 梁梦松没想到说 他不想要做这种作业 他想要往奈米级研究 所以他扶救而去 就离开了台积电 就没想到承接下来就是余振华 余振华开始做了之后 他开发出来之后 他现在反而高升到副总经理 所以如果当初梁梦松留在这个地方的话 今天的副总经理搞不好就是梁梦松 那我们知道三星他自己本身没有做这个封装 所以三星他到现在为止 他还没办法参透各种的巧处 为什么台积电能够打败三星拿到这个 这个所谓这个苹果系列处理器 就是因为他懂了这个封装技术 开始所以我们跟大家讲 未来几年的时间 如果三星没办法参透这个封装技术的话 台积电可能可以稳吃苹果的这个订单 还不止这样 包括NVIDIA的订单 包括所谓AlphaGo的订单 所有人工智慧的订单 目前只有台积电有 所以你就知道说 未来掌握所有人类的人工智慧的发展 最重要的技术 目前都在台积电的手上 而且他还有另外一个重要就是 他现在接到了美国国防部的大订单 DAPA的订单 那为什么这样说呢 事实上在去年年底的时候 DAPA曾有发表一个文章 他就说我们现在美国的这个 国防的未来的计划里面 我们有一个晶片的这个推升计划 因为过去我们这个国防部发 这个研发的晶片都是一年一年研发 时间太慢 所以我们现在要改成一个月一个月研发 那一个月一个月 一个月一个月研发 因为现在晶片速度成长得太快 一个一个月研发的时候 我需要更先进的这个晶圆制程 他当时就把台积电 你看16奈米台积电 FinFit的技术 他完全就在这里面 他就说如果你要开发 你是我的协力伙伴 你要开发的时候 你就找台积电要他这个制程 这个制程的话 跟你一起共同开发 假设你是弱势弱普 你要开发 比如说无线 可以发射飞弹的这个晶片的时候 你就去台积电 去跟他16奈米下单 然后跟他一起来做 看如果能做出这个晶片的话 那就我们国防部就可能会采用 所以你要进到美国国防部 你要做无人的设备 你要做智慧设备 你要谁来生产 要台积电来生产 而且他这个 他里面还有一个所谓的 信任度的评比 因为目前全世界能够做出 这个16奈米以下的公司的话 其实不多 只有几家公司 如果以经验代工的话 只有两家 一个是三星 另外一家就是葛方德 还有台积电三家公司 但是美国的国防部 把台积电列为第一顺位 也就是说他是最受 美国国防部信任 信任度最高 美国还有一个严格的考证 就是说好 我现在把美国最高科技的 国防机密给你 下单给你的时候 你台积电会不会泄露出去 因为这个非常重要 如果你台积电把相关的技术 泄露出去的话 或是我在做什么东西 跟别人讲话 这是会损及美国的机密 所以美国在 为什么通过这个认证的时候 美国国防部是针对你的保密系统 做得非常严格 他们甚至会派出所谓 FBI等级的人 去你的场里面看 确认说你真的不会泄露出去 对 确认你不会泄露出去之后 我给你最高的评价 所以他们现在就要下单给台积电 而且保洁你知道吗 事实上DAPA 有人就说 事实上台积电能够这样子的 这个突飞猛进 跟DAPA有很大的关系 为什么 所以拿到了台积电 拿到了DAPA的技术 才有这种仿生的技术吗 没错 我为什么这样说 因为现在其实 这个所谓的人工智慧里面 有一个非常重要 叫做歧视场效电晶体的这个技术 那你知道这个技术是谁的技术 是胡正明一个华裔科学家的技术 那他曾经担任过台积电的技术长 那为什么这个技术会在大家手中 1999年的时候 当时DAPA就说 我们在未来10年 在2014年 15年的时候 未来人类的电晶体 就是IC要往什么方向发展 说DAPA不知道 所以他就找了胡正明来 就说那你就主导一个DAPA 这个先进半导体制成的这个研究计划 DAPA野管半导体 然后你来做 就是说未来这个技术 可以用什么技术 所以他在192000年的时候 他就提出说 这个未来可以用FinFin 也就是歧视场效电晶体的技术 好 那时候一开始的技术 提出来的时候没人相信 但是张忠某在2002年的时候 就把胡正明找到台积电里面来 找到台积电里面来 胡正明就把这个技术传售给台积电 所以台积电后来不是 我们知道梁梦松不是就是 歧视场效电晶体的王牌吗 所以台积电就是因为 有歧视场效电晶体 所以在这几年的 所谓AI技术 人工技术 智慧技术才会这么强 所以这个技术就是来自于DAPA本身 我觉得我们看到说 事实上目前现在美国 就开始把这个AI的人工智慧 用在所谓的这个战斗机上面 你看这是大黄蜂的 这个书选的这个照片的时候 你看我们看到很多绿色的点的时候 就是无人机 他可以派出人机跟大黄蜂合作 对 无人机可以怎么样子 这个譬如说整队 呈现怎样一个攻击的阵列 或是怎样的攻击 我要去攻击哪几个点 我透过这个大黄蜂 跟无人机之间的这个操控 那这些需要所谓AI人工智慧的 互相的沟通 那这个就是未来美国要发展 那这个未来美国发展的这些技术 宝贤 现在只能够下单给台积电 所以你说台积电未来的商机 可不可以期待 我觉得当然是的 好 那算是这样 刚刚讲到了 你要拿DAPA的订单是美国FBI 甚至美国CIA 要到你的厂区做一个监控 做一个检查 他真的有这么厉害吗 台积电之所以会让DAPA信任 因为他在那个第一个文件里面 加速电路开发里面 第一张第一行就讲说 可以找台湾的台积电 为什么 因为他的保密措施 让DAPA放心 怎么会放心呢 因为保密你要进去 你要个台积电对不对 不可能带任何东西进去 不可能带任何东西 包含你的手机 通通改成是二级手机 然后也没有照相镜头 你说不能带智慧型手机 到了台积电的工厂 然后进去以后 你该走什么路线 你要跟谁见面 是有人带着你进去的 不能随便乱跑 不能随便乱想说 那我口渴 我想上个厕所 有人会跟着你 带你一起过去 在门口等着你 所以你进到那里面去 保密房碟做到了极致 甚至他的员工本来 一进去之后 你就不能发电邮了 你就没办法跟外面联络了 你要是出差 你要去住哪个旅馆 都是由公司帮你订好 所以他的保密 你跟谁接触 其实他就控制得好好的 所以美国才说 这样子的话 我相信台积电 我的国防最高科技 可以交给他 这些东西 美国的DAPA 美国的军方 要拿来干什么呢 就像普丁讲的 美国也知道说 襄来的一个战争 就是AI无人机 所以AI无人机 保险那个晶片 已经不是一片晶片而已了 它就跟人的脑细胞 是一样的所有功能 我们过去的时候晶片 这个是记忆的 这个是视觉的 这个是逻辑运算的 你这个时候 你一个机制 你一个AI无人机 在这样一个瞬息万变的房间里面 是没有办法控制的 只有台积电 能够把它全部的超级封装 封重在一起 超级大黄黄F18保险 你刚刚看的那个 下面有两个白色的桶子 那里面都装了109架 小型的无人机 109架 而且过去的时候 他们曾经有放过一架 丢出来对不对 美国最新公共的是说 他们又更进步到的是 我丢出去之后 丢后不理 你看这个有颜色 其实是有三种颜色的 是三架的F18 一丢三群就出去了 那出去的时候 不同的颜色 是不同的F18丢出来的 对 丢出来的 然后丢出去之后 他们自己就像人脑的脑细胞一样 有的在前面的定点上做刺猴 那有的说 我就转过去跟我的机群团队 做合作 所以我自己判断 我要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结合之后 把他们一起移过来 他们中间过程中 会互相的传递 我不会撞到你 你不会撞到我 你做先锋 我做侧翼 他们自己会联系 然后过来之后 在第二个阶段 把任务完成之后 他们会自己判断 从前面的赤猴兵告诉我说 我要去攻击什么地方 他们就继续的 你看还可以变换队型 我用包操的 他们中间就可以自己的交换 所以你说我现在变换队型 也不是因为我在后方的人员 来指挥操控 而是这些无人机 自己决定自己判断 因为丢下他的F-18 已经飞走了 他们没办法在这附近滞空 他们就丢在这边之后 他们自己可以 这个无人机自己在操控 所以这才就是真正的风群 所以他们自己决定 自己判断 自己判断 这个是美国对无人机的 目前已经做到的 但是美国对无人机 真正的想象是 超越人体极限 什么叫超越人体极限 超越人体极限 他们有一个想象就是说 比如说今天他们要去刺杀 某个那个斬首行动 结果他们发现说 在一栋五星级饭店里面 那个大厅里面 然后他去的时候 他的无人机 他的超级电脑 其实就在无人机上面 而且他直接接管那个无人机 他一看的时候 就可以锁定了 就找到说 在那个整个大楼里面的 第几层楼 哪个大厅里面 拉比的角落 就是我要斬首的对象 斬首对象之后 我确定的时候 他的超级电脑是 你看一扫进去之后 他开始 做红毛辨识 然后电脑一辨识说 这个人的名字是谁 就把民众踩了 名字都弄出来 然后就马上进到国家安全局 然后去检验 是不是我要打的人 然后另外一个是姓宋的 是一个东方人 他也把它可以检验完毕 可以保洁他还可以做到 当场double check 后面的指纹 也拿出来 就看他的一个杯子 他不是在喝酒杯吗 然后指纹辨识 也把你做完 你说你的酒杯 我可以在这么远的距离里面 把你的指纹扫描出来 这个就是那些超级晶片 AI晶片 因为这是一个五星级饭店 我打任何一个专地弹 或是什么飞弹 其他人会受伤 会引起国际上的大奔扰 所以就开始计算说 我用什么样的飞弹 直接冲过去 什么角度 然后直接一计算 就击中他们 这个我要攻击的目标 让伤毛剪刀最低 所以一算 算出来他们 这个四亿米线里面是说保洁 他一算 那个飞机的飞弹 我要用时速 1879公里 然后对着那个窗口 然后直接的冲 冲的时候 距离300公尺的时候 打出那个飞弹 惯性加速度 直接一打就会击中它 但是这个飞机要紧急着 90度以上的大回旋 赶快离开 赶快离开 可是所有飞行员就问了一个问题 这样子的话 我们的眼睛会不会爆掉 他马上有个机器就告诉你说 我的机力受不了 我的机力受不了 会 因为你的眼球 因为冲雪而爆掉的机率是73% 所以保洁 这个时候人体的极限 已经没办法去指挤这任务了 可是如果是无人机的话 是 完全不管这个极限 所以真的无人机就可以拿到这些数据 根据这个舒服 1897公里的速度 一直冲 冲到300公尺的时候 大转弯 大转弯将近135度的大转弯一走 我就不用在乎任何机力问题 不用在乎任何问题 美国希望的目标是做到现在这个结果 而他们现在 S-47B 就是他们在F-35后 希望的一个终极武器 所以S-47B 反正它不再是F-35 解控制它 它已经做到了一件事情 就是它可以在航空母舰这样降落了 这个降落其实就是AI智慧了 因为如果说你要去导引的话 你就没办法了 船身边飘动的 连资深的飞行员 有时候都很危险 没想到他们已经降落成功了 你说如果我要导引的话 那个来回的时间 它早就已经掉到甲板上了 所以他们已经降落福特好几次了 而在上一阵子 他们公布一个空中加油 S-47B它是可以直接空中加油 空中加油也是AI智慧 也是AI智慧 保持什么样的距离 然后旁边有一个侧风 我要随时地做判断 去操控我的飞机 这个东西都不是你遥控可以处理的 S-47B也已经做到了这样一个 空中加油成功两次 你现在看到的是S-47B 你现在看到的风群在座 但最后都是人工智慧 对 都是人工智慧 就是你出去之后 你就自己判断 所以普丁才讲说 谁掌握了这关键技术 谁就是上来的世界强国了 谁掌握无人机 谁就是上来的世界强国了 对 可是人家说 那些现在就因为台积电能做到 而且到现在为止 台积电当时我们回来之后 竹科投了5000亿以上 中科投了3000亿以上 南科投了2000亿以上 可是在六年的时间 还有将来的三奈米 如果再投下去 又是几千亿 几千亿再计算 上兆了 上兆 它现在都已经上兆 将来还要不知道有多少 而且台积电不是一家公司 它其实是带的是一个聚落 所以过去的时候 台湾很多本土厂商跟着它 我们上次讲过有90几家到100家 所以这些厂商通通都起来了 而现在还不止这样子 全世界的聚落 也通通被它带进来了 世界的聚落 因为它现在已经超越这个门槛了 而变成它是一个规格的制定者 掌握规格就掌握价格 所以保险你看 核商的艾斯摩尔 美商的硬材 日本的光灯化学 日本的艾尔斯 德商的默克 美商的柯磊 美商的柯林 通通就说 我们也要来投资台湾 因为我们要靠近台积电近一点 台积电要做什么 是 我们要立刻知道 我们要立刻准备好 比如说艾斯摩尔 它是做止光机的 台积电下一个阶段的止光机 它有什么规格 我呢 不能等到你台积电 像全世界讲的时候 我才去准备 我要随时盯着你 我要看着你 看你技术进展到什么程度 所以你会看到台积电 现在已经不是一个小小的本土聚落 而是全世界最强大的公司的聚落 通通要进到台湾来了 好 那是从我们开始就讲到说 今天台积电的未来被人家期待是 你没有想到 大帕也下单到了台积电 包姐 我们刚才讲到 台积电不是已经拿到 大帕的这个所谓的下单吗 这就是为什么 中国大陆要台积电到 中国大陆设厂的最重要的原因 他有这个技术吗 没错 他就是要 我们知道说 事实上中国大陆在很多时候 他拆解了 从国际厂商能够拆解到 美国飞弹的残骸 或是战斗机的残骸 他都发现到 有一点他没办法克服 材料什么都可以克服 但是在上面的晶片 他没办法做到 因为在中国没有那些制程 我们知道 现在中国最现金的晶圆代工制程 只有28奈米 28奈米是 最现金的 是没办法做出 我们刚才讲的AI晶片 是做不出来的 台积电就有16奈米的制程 而且台积电南京厂 就是16奈米的制程 大帕不会担心吗 美国不会担心吗 当然不会担心 因为台积电 已经把这些所谓 保密房地做得很好 他当然可以帮中国大陆代工 大帕在这几年 释放很多技术 给美国的这个公司 因为我们知道 川普不是希望说 把美国的高等制造 能够留在美国吗 这个公司是美国的一家 叫做Software Automation的公司 那这个公司 他现在目前里面的所谓纺织 完全都是用无人化的工厂 无人化 他现在这个DAPA 就是把他们的AI技术 传授给这家公司 他就说 你可以设置一些机器人 那这机器人 譬如说我们知道 要在裁缝的机器人的时候 他这个机器人 你可以做了一般的机器人 但是他要坐在 一般女工的对面 他坐在女工对面干什么 女工做什么动作 他就在模仿你的动作 学女工动作 他用看的 因为用看的方式 去学这个女工的动作 学了之后 这个机器人 就开始会这个女工的动作 他就自己会开始做了 这就是DAPA 给他们的AI技术 就是透过影像 透过这些去慢慢的学习 让这个机器自己会自己制作 也就是我不放程式在你上面 我是不断的累积你的data 对 没错 那我们看到这也是一样 他就是透过这样所谓 AI人工智慧 灌输在指挥的这个机台里面 机台就不断的学习 不断的学习 不断的学习之后 未来他的制造能力就越来越强 越来越强之后 他就要缝纫了 对 没错 未来这个流水线里面的话 在美国这个automation里面的公司 里面的流水线 几乎是不需要任何的工人 也就是说 从最开始的打样 打样打板 那个是以前都要人工 现在完全不需要 一直到这个关键的缝纫 一直到整个拼装组合起来 完全都不需要人 但这个技术 就是DAPA给这些automation 他的公司的这个技术 所以今天我要完全无自动化 我要工业4.0 很多的技术 是要DAPA释放出来 没错 那不只是DAPA释放出来 我们知道说最早的这个 听说这个苹果这次 不是有所谓A11的3D感测吗 3D感测这个最早的技术 也是从DAPA流出来的 DAPA当时给了一家以色列公司 叫做Primesense 这个公司 Primesense后来做什么 我们知道如果在 大家记得非常清楚 2000年那时候 这个微软曾经推出一个 叫做Xbox Xbox它有所谓3D感测的功能 那时候3D感测 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箱子 但是在最近3D感测 已经被变成是 苹果前面的这个小小的东西 这就是3D感测 当初的Connect 他目前把它做进 苹果的手机的瀏海里面 所以技术是难度非常非常高 那这个什么东西 这个是什么 这个是说我们要Face ID 就是最重要的元件 Face ID就是说 它打出一个雷射光 雷射光它里面的Face ID 打出来的时候有3万个光点 打到我们人的身上 3万个光点打到人的身上的时候 它用红外线接收回来 所以红外线接收回来 就是保洁你的脸型 怎样都非常清楚 而且透过这个 AI人工智慧这样学习之后 我可以永远知道你的脸型 大概是什么样子 即使你整形或是怎样 所以我就像流胡子他都知道 对 我就是认得出你 那你知道这个Face ID 有两家台湾非常重要的公司 没有这两家公司做不出来 一家就是奇景光电 另外一家又是台积电 所以就知道说 为什么奇景光电 为什么要有奇景光电 奇景光电 就是做这里面的一个镜片 那这里面的镜片 不是大力光 不是大力光 这个镜片需要什么样的技术 保持先生 雷射光射出来的时候 它的光线是直的 但是我要把它打到人的脸上的时候 我需要有一个发散的角度 所以这是要特殊的镜片 特殊规格的这个镜头 那这个镜头 目前是奇景光电在做 你说雷射光打出来以后 我要透过一个镜片 那它非常均匀的打到我的脸上 对 要产生3万个光点 那这个目前是奇景光电做得出来 所以未来呢 它这个比米粒还要小的光玄镜片 未来可能会变成 比米粒小 对 未来可能会变成是大力光 最强的镜底 就是这一家奇景光电的公司 好 那瑞德 就是台湾非常受瞩目的 除了台积电以外 大家会注意到了鸿海 而鸿海最近的老板 他也太拼命了吧 你今天要迎妈祖到台湾来绕镜 也就算了 没有想到 在35度大太阳底下 他竟然全身西装鼻底 还更叫呢 更叫更了三十几分钟 他也太拼了吧 你要知道 这个郭董那一天先去的时候 是穿了这个衬衫 对不对 但是等到正式 正式要准备来到台湾的时候 你看 那一天的温度超过35度以上 你看人家还帮他擦汗 但是他就穿西装打领带 坚持不脱 因为这个全副的礼服 是对妈祖的一个等于说尊敬 所以他 你看 他很热了 但是他还是坚持三十几分钟更叫 那么全身都是汗 一直到了坐上所谓的海峡号 那么从平潭岛来到了巴黎台北港等等 全程都是由郭董亲自参与整个过程 你就知道他对妈祖这么相信 那么为什么郭董 跟各位说一个秘密 为什么呢 其实如果你家有拜拜的话 那么家里有采西名的话 那么如果你有采 你一定会同时采这三尊 为什么呢 我们家就是采这三尊 你知道吗 这个就是那官公 土地公跟妈祖 土地公其实是那辖区的派出所主管 一家不是拜一个吗 可以拜三个 他事实上呢 土地公就是管理这个辖区 比如说鸿海在每个地方 都有一个土地公嘛 他管理这个附近 他像派出所主管一样 那么还有就是 那为什么拜官公 因为官公是武财神 然后官公是武财神 而且事实上呢 那么郭台铭很希望他的员工 非常的讲信用跟意气 所以他拜官公 那为什么会拜这个妈祖呢 因为妈祖保平安 老是在一些难关里面 能够这样子平安度过 尤其当他鸿海一个如日中天 正窜起来的时候呢 那个最有名的例子就是 郭台铭每次搭飞机都很准时 就那一次不知道为什么 有一个干部呢 突然间吴玉景提问了以后 郭董就为了回答他的问题 一讲再讲 讲了半个小时 误了班机 当时是要搭华航的班机 就没想到这样 因为或养差 那是郭董本来带的干部 鸿海的高级干部 一起搭那个华航的班机 结果就发生了华航澎湖空难 所以后来也因为这样子 他非常的笃姓神明 他认为神明可以帮助他 渡过很多的难关 而这几年来确实没有错 那么包括这个等于说 他笃姓的土地公 还有包括笃姓的这个官公 还有包括妈祖 只要这三尊神明 有任何的一个异状 像最有名的就是 他在鸿海的总部的那个 拜拜的地方 那么他们固定都有这个酒杯 每天都要换全新的酒杯 只要有事这个酒杯 就会移动 而且他的移动 是固定移动几公分 鸿海的酒杯会移动 只要发现这个酒杯移动 没有什么 如果郭董人在中国大陆 还是在外国的话 立刻通知 火速通知 他很可能神明 要跟他讲什么事 他立刻飞回来 你知道吗 那如果是换楼的话 他也马上就飞回来 好 那Chef 这两天最精彩的新闻 当然就是川普跟金小胖 杠上了 但没有想到 这个在针锋相对的过程里面 金小胖的英文要比川普好 而且也没有想到 弄出了一个密文就是 金小胖竟然说 我跟你美国要平起平坐 这背后学问可大了 第一个金小胖要求的是 相互保证毁灭策略 这个东西很掉书袋 一般人还不懂 意思是苏联跟美国 当年在冷战时期 双互保证毁灭 所以双方彼此派驻大使 用紧急通联电话 是总书记跟美国总统 可以直接打电话 中间不需要经过任何人 金小胖说我现在研究核武 已经达到世界一流强国标准 中国没有法国没有英国没有 但我要求比照苏联 你要把我当成你的兄弟 平起平坐 也就是在外交的规格上面 我要跟苏联同等 我要跟你美国平起平坐 我们两个要有红色热线电话 甚至我们两个要互相保证毁灭 抱歉 这个美利坚合众国 创国数百年以来 从来只有苏联有这样待遇 但当时金正恩一开口 就要这个待遇 美国人最近金小胖 获得英国跟美国母语使用者 一致的好评 因为他直接公开讲了一句话 你知道川普罵金小胖 都罵Little Rocky Man 小小火箭人 你觉得这很离俗对不对 结果为了对抗川普的Little Rocky Man 北韩官方直接讲了 我们伟大领袖是这样说 I will surely definitely tend the mentally deranged USDOTA with fire 抱歉 这个里面有很大的学位 第一个 tend 他没有像川普一样 就讲说我打你 你这个小小火箭人 不是 tend是巡抚力气 巡抚野马 巡抚野兽 所以你这个兽性的家伙 第二个 DOTA这个字 大部分的美国人看不认识 美国人不认识这个字 真的不认识 因为后来还是韦伯 Webster Dictionary 韦似字典上网贴 他说你们不要搞错 韦伯 北韩没有贴错字 这个字上次在一般传统文学上 被使用 是14世纪的时候 巧手在写坎特伯里故事集的时候 里面有个妇女骂一个老头 叫做老环丁 你现在又没有体力 又没有能力脑袋有问题又老 用了DOTA这个字 而且美国非常惊叹这个字 是这个字太精准去描述川普了 抱歉 因为DOTA里面有D Donna 有T Donna Trump 所以他等于是说 我还把你的名字 谐音放了进去 所以金三胖 也就是我们讲的金正恩 在整个对垒里面光是文学的应用 就胜过了川普 好 那社长 刚刚讲到了 现在美国跟北韩针锋相对 现在美国甚至把B1B 都开到了边境最北的地方 但你说有一个关键就是天后 如果过了10月 美国还没有发动战争 大家就不用急了 回家睡觉 那要等到明年开春才可能进行战争 为什么呢 北韩跟美国在1950就打过一次韩战 打了三年 真的 双方握手言和 就38度为戒 那为什么美国打韩 北韩打过一次 这么凄惨 对 其实北韩在历史上 他打过跟几个强国打过 跟隋扬帝 跟唐太宗打过 跟美国打韩战 没有输 为什么 我们讲说战争的杰胜 关键在武器 对 但对北韩有时候你是不适用 北韩什么东西 你看北韩 北韩有一场战役 有一场战役 我们知道19509月的时候 美国仁川登陆成功 成功 然后虎山拿下来 一路往北打 北韩已经被打到北方去了 当时在北韩的东北 有一个叫长津湖 长津湖 长津湖这个战役 一直学家形容说 这是一个美国跟北韩 包括中国 因为中国制限军 抗美援朝军 美国跟中国 都不想去回忆的一场战争 这么可怕 才17天而已 你为什么17天 再怎么样的17天而已 为什么不想回忆 因为死伤太惨重 我先给各位看这几个照片 这几个照片 这是在战场上死亡的那种姿势 你看得很奇怪 这个姿势你一看就知道 他不是被打死 一枪打死那种 小孩翘起来 手还举起来 在空中不动了 有没有 这是冻死 冻死在这边了 整片 有没有看到 整片 那感觉像瞬间死亡 对 那这个图也是一样 这个人在那个散兵坑里面 他像这个是中国的 中国的制限军 像睡着一般 睡着了 对睡着 身上还有毯子 不是说没有毯子 照样这样冻死 他们在那个行军 你根本寸步难行 尤其到常庆府这一带 他们最浅的血 已经到膝盖这边了 你没有办法运送 粮食运不进来 血最浅的都到膝盖 运不进来 所以他们在吃东西 那个大陆叫土豆 叫马铃薯 马铃薯 金粮 金粮 问题是马铃薯 冻到像石头一样 你不能啃 不能啃 他们是怎样吃 他必须放在衣窩 放夜下 对 放夜下 保暖 保暖以后他会慢慢 外面那一层解掉 融化 就说比较软 比较软 要吃 啃一啃 马上又放在夜下 吃东西要这样吃 那美国相对一样 美国相对它是罐头 罐头你打不开 打开里面是冰块 你除非生火 那如果你生火 你会冒烟 尤其晚上有火光 你会暴露你的心中 所以他们碰到很多 很多这种困难 没想到打北韩这么困难 天后这么可怕 美国你说这么好的 机枪什么都比大陆 比北韩好 当时 你知道他们那个 手的时候 美国有戴手套 美国有戴手套 装备也比较好 但问题你要扣板机的时候 你手套一定要拿下来 你不可能手套那么厚 穿进去 拿下来 他说那个板机你一扣 大概几秒钟以后 你那个手不能动 黏住了 对 你就连在那边 所以你没办法 你载好的兵器 你没办法用 所以说别 那当时这个 张庆佛在一起打了17天而已 你如果看一张表 你就知道 张庆佛你看 双方的那个死伤人数 战斗死亡这是中国 战斗死亡人数 一万九千 非战斗死亡就是什么 两万八千 两万八千 比战斗死亡还要多 冻死了 美国这边也是一样 死亡加失踪 差不多五千八 非战斗死亡的七千 三百三十几 也是非战斗死亡最多 只有那十七天 都是冻死的 死了这么多人 对 所以你说北韩 如果你在打的时候 一个很经典的战役 水洋帝不是三次打北韩 三次都回头土领 打朝鲜 对 打朝鲜 三次回头土领回去 唐太宗打那一次 告诉我们说 北韩这个国家你要打 你那个时机要显得非常准 唐太宗当年 贞观十九年 去打的时候 四月春天出发 天气正好的时候出发 但他没想 你出发的时候 你要一路打 时间会严格 打到东北辽东城那边 城高墙后 打完了四月六月底七月 七月 然后他十七万人 辽东城十七万人 被斩首七万人 唐太宗太人打了 他底下开国工程 一时工他们都去了 藏身无忌都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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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到那 但你打到平壤这边 到几月 十一月 打到平壤十一月 十一月到那边 十一月到那边 根本不用打 根本不用打 唐太宗说他们当时 渡过辽河的时候 他们其实身上还有抓了一些葫芦 所以葫芦行程就比较慢 葫芦走前面 押送人走后面 葫芦一万多人过辽河 过了以后 唐太宗他们再过辽河 天气已经变了 那个几万人在过河的时候 时间拖了很长 很多天 结果你要辽河天气一变 唐太宗的部队 但是在辽河那边 冻死将近两万人 所以他没办法打 他到十一月已经没办法打 就整个赶快大车队 冻死无数 所以后来唐太宗在征朝鲜的时候 他讲了一句话 打仗 要显醉醉醉醉的天气 冬天 大冬天出发 到北韩 到朝鲜 到春暖花开 对 到春暖花开 然后你开始打 打到十一月打不下来 撤退 你不能再打 再打你就是死伤无数 广东佛山 有一个餐厅 他们吃蛇肉的 蛇肉吃的时候 把头给剁掉 没有想到蛇头 已经丢到了厨衣桶了 照讲 已经过了一段时间 没有想到 老板娘去收厨衣桶的时候 这个蛇居然又跳起来 咬住他了 这才叫做死而不僵 而且他们家 就是在卖蛇肉的 然后现在天气 开始到了秋天了 对不对 所以他们生意变好了 在广东佛山这边 扶蛇出入里 蛇肉是他老公 然后他老公砍了以后 头就往垃圾桶丢 但是老板娘看一看就说 我该收一收了 所以保健她收一收 拿起垃圾袋 头都已经丢到 你看有多久了 头已经很久了 没想到出来一个刺痛之后 立刻的手开始麻木了 开始有点口昏了 有点口干舌燥 受到医院的时候 保健已经进入了 快休克的一个状态了 原来他是被眼镜蛇的舌头 给咬了一下了 头已经砍掉了 我们当然知道 你动物刚砍掉 你还是有反应 可是你都已经砍掉了 然后丢在垃圾桶了 他还会咬人 对 他还会咬人 所以幸好紧急的送到 在紧急的黄金45分钟内 他送到了 血迹一打 救回一命 他是很好运的 可是另外一个 在两年前 就一个就不是这回事 保健 那更可怕 这次是他自己去碰到 对不对 他没想到会咬他 那两年前 2014年的时候 也是广东 也是有个摊坏 在处理这个舌头的时候 一丢就丢下去 一铲就丢下去 结果保健 他就是直接丢到垃圾桶 没想到他弄了好几支之后 手一伸过去之后 突然有个东西弹跳起来 蛇头跳起来 又是眼镜蛇的舌头 一咬把它咬住 咬住之后 一样的就是那个 因为那个叫做神经毒 所以人肉的昏迷了 恶心了 最后受到孕运的时候 来不及了 死亡 就死亡了 所以蛇这个头 是最可怕的 你砍掉之后 超过一个小时以上 他可能都还是活着的了 最大部分好奇是 这个蛇头到底有多久的生病 它到底有多么可怕 现在就有人做了实验 所以那个大陆就特别有 这个节目 保健 你看 他们就做了一个蛇 一个活跳跳的眼镜蛇 就是实用的 然后请厨师一样的 正常的把他的头 切下来之后 放在那边 这已经切掉了 已经切掉了 就是他的身体 当然有一些反应的动作 所以你看他的尾巴 还在摇摆 可是他们就用那个 这已经投手分离了 投手分离 用一个棍子绑了那个纸 就来看他 他还会咬 就一过去之后 保健还不但是咬 而且咬得很紧 你还抽不出来 他会转 然后他头还会跟着转 你巴还用过来 然后最重要的是 为什么要绑那个纸 10分钟后 因为他要看他的毒液 结果保健是有出来的 有毒液 有毒液 所以他咬掉之后 他还会把毒液给你咬出来 10分钟之后 他再试一次 结果一样咬得很紧 20分钟再试一次 结果保健 还是把它一看 有一个反应 就一刻一咬 20分钟还会咬 30分钟之后 保健他们拿起来之后 还不会掉下来 直到一个小时之后 那个舌头才不动了 可是呢 你把头砍掉 一个小时他才不会咬你 可是是不是真的 不会再动了 他们其实也没把握了 因为吓到了 因为是这条蛇 都换了一条蛇 会不会更久不知道 对 而且更可怕是什么 他们为什么要绑那个纸 那个纸一弄过去之后 他是在咬的时候 最后当我生命垂围的时候 我已经知道 我生命会结束的时候 我绝对是要 直咬他人垫背 所以那张纸里面 都是眼镜蛇的蛇毒 他整个毒狼里面 全部在你咬下去的时候 我就想尽办法 有个本人的 拼命的灌下去 也就是我头 已经被砍下来了 我还可以咬你 我不但咬你还把我 毒囊里面的毒液 全部挤出来 好 那希平 刚才讲到了 现在的蛇 没想到在救难上面 有一个非常好的应用 大家可能想一下 原来你在救难的时候 我要钻很多的地方 而你要钻很多地方 最好就是蛇型动物 不只是救难 他现在军事 在医疗 在各个领域 都夯得要命 所以现在全世界 都在夯 机器蛇 好 机器蛇 它的优点是什么 史丹佛大学 最早做出机器蛇 注意哦 它的机器蛇 72公尺长 这么长 然后呢 它可以抬起 100公斤的东西 好 这个东西 可以抬100公斤 对 而且它的时速 可以长达32公里 对 而且它长72公里 我跟你讲 它最厉害的一点是什么 它头上有照相机 可以照相回来 可以摄影 而且它头有感应器 它从中测试过 它遇到钉子钉路的时候 它会绕开 甚至于你把浦银的那个 浦银的连翼放在前面 它感应到之后 它会绕开 它不会被黏住 所以它可以逢山开路 逢水过水 所以你要不要 我在任何管线间 再什么狭小的空间 我都可以进得去 对 但是你有注意到一点没有 它很粗 看到没有 它很粗 所以日本人现在厉害了 日本说 我刚刚就在一个地方比较小 我还是可以这样穿透过去 对 但是日本人更厉害 日本人现在租出全世界最细的 只有2.5公分 这么细一个 2.5公分非常非常细 这是日本做的 蛇行机器人 对 蛇行机器人 但是韩国人更厉害 韩国人说 你现在只是遇到东西的时候 你要躲它 你要分它 但是韩国人居然在 机器头前面 装了什么东西 装了什么 装了小电锯 超级小电锯 切开 没有路 逢山开路 逢山开路 你前面什么东西挡我 我都可以过 好 美国人说 你装机器算什么 美国人现有租最新的 美国人做租 那高温的 多高温他都不怕 进火场 救火场 救人 越来越抬起100多公斤了 他进火场就更厉害 所以现在全世界 全部都在夯 全部都在比赛 你弄这个 我就弄这个 你弄了 所以机器人 越来越进展 威力越来越 他们说未来 机器人更厉害 他在考古方面不得了 军事方面不得了 最后医疗 我告诉你 现在在做什么 医疗的机器车 医疗机器车做到最细的时候 根本不要新导管了 根本不要装支架了 机器车直接到你的血管里面 不头前面可以装 刚想韩国可以装电锯的 对 把你的血块 全部啪啪啪啪打碎 打掉 打掉之后还可以吸 吸进管子里面 医疗 大革命 还装什么 新导管 装支架呢 我全部把你解决 所以机器蛇 将在医疗方面 更有无限的价值 原来我要进到所有的空间 蛇是最好的形状 所以最好 只要你是管道 管线 所以包括血管 都可以由机器车来控制 好 学校 我们都知道 很多的植物它会吃虫 规计以为说 植物吃虫就是 你进来以后 瓮中桌边把你合起来 但你从这个画面上看 很夸张是 它会像动物一样的动作 会把你给吸了进来 鲍姐 这一类的食虫植物 它跟我们以前看到的 什么猪龙草 反应缓慢是不一样的 这个黎枣鼠呢 是一瞬间就像陷阱一样 啵的一声就把你吸进来 那吸进去了 所以为什么我们需要用 超高速 所以经过旁边把它吸进去 对 我们为什么需要用 超高速的摄影机来看 是因为它其实平常 就是一个平铺在水面上 看起来很正常的一个 小小的藻类 但你虫如果一旦经过 它会瞬间把水吸进来 然后啵的一声 就把所有漂浮在外面的虫 通通吸进去 所以我要先感应到虫 感应到虫了以后 我就把你吸进来 对 所以宝洁 这是人类史上第一次 用超高速摄影机 观察这所谓 食虫植物的烈食动作 但我把你吸进来以后 我会把你消化掉 我把你消化掉以后 它会变成我的养分吗 对 宝洁 因为这样子 我们现在拍的 都是它底下 那个陷阱的囊包的部分 那是单向入口 也就是你吸进去之后 不管你有再大的天生神力 你都没办法从那个龙的入口出去 所以你被困在里面 你就只能慢慢地 绝气 绝氧 饿死之后被消化 所以这一类的食虫植物 真的 它的动作是非常非常快 你不放慢 恐怕还没有办法看清楚 没有讲到食物这么可怕 但食虫动物里面最可怕的就是 非洲的食人数传说 宝洁 这个食人数传说 到目前为止 我们只能讲 它真的是一个非常难以证明的一个故事 宝洁 他直接描述这个树 是一种类似多爪 很像章鱼 但是你想象一下 把章鱼头种在地面 然后它的爪往外翻出来之后 就是长这个样子 我们看到 这个就是人画出来的 食人数的示意画面 对 宝洁 而且更重要的是 不知道怎么搞的 非洲土著说 这种食人数 专爱吃女性跟穿着布料的人 而且在你靠近之前 食人数本身都懒散得不动 你只要把我们符合刚才的条件的 穿着衣服的女性一丢过去 马上它就生龙活虎开始 各个处须开始抖动 然后把你包进去之后 慢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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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它最底部的消化液 把你消化殆尽 所以当地的传说都说 如果你是女性 你千万不要进入 纳米比亚的森林 因为它根本看不出来 平常这些不会动的食人数 会在你靠近之后 就马上迅疾动作 你连逃都逃不走 拉都拉不开 而且我们看到的是 德国的探险家卡尔里奇 他自己描述就是 当时他带着大队的人马 进到纳米比亚 没有想到 他中间有一个人被困住了以后 他下次要去寻找救援 火烧不断 刀斧也砍不断 就没想到 我在去找工具来的时候 他就化为一滩水了 所以在这个食人数的传说里面 有特别提到 食人数的根部 它底下有一个树洞 树洞里面有强酸 人被吸进去之后 只要三到五分钟 连惨叫的声音都会消失 所以在这个状况之下 这一类食人数 到底是一个传说 还是真的有这种 会分泌让人疯狂的气味 又使人类接近 并且把它们完整消化的树木 到现在为止 植物学家都找不到答案 我们看到了现在的跑酷高手 你会觉得他们的身形 很像古代的人者 而日本现在就把这个 人者跟跑酷结合在一起 抱歉 你看到这个画面 主角这个外国人 叫做Jason Paul 他是红牛多项贊助的 跑酷运动里面的代言人之一 所以这是他想到的概念 我能不能跟江户时代的 这个建筑 结合在一起 让我身后的众多忍者 跟我做一场忍述大对决 但忍者是真的吗 抱歉 这个忍者 我们先谈是不是真的 你知道有一个状况是 日本现在忍者大缺货 所以他们光说要找到 这些忍者很耗时间 因为忍者协会 针对全世界做了一个调查 得到一个很怪异的状况 八成的外国人听过忍者 六成的外国人 死心塌地的相信有忍者 所以每年都有一大堆外国人 要到日本来说忍者呢 忍者呢 所以最差的真的是忍者 抱歉 忍者现在的训练 严格到什么程度 刚才你看到 那个要把手里剑 要射到墙上 忍者专家说 你表面上看很简单 但是那个光是手腕跟射 我们训练这个至少六个月 所以很多人来我们 譬如说什么忍者村 或者是忍者学校要训练 大部分都受不了断练的痛苦 没有办法继续进行 所以你看到现在这一个 是所有的动作 他把幕后花絮公布出来 幕后花絮有什么 幕后花絮是 这一个叫Jason Paul的 这一个跑酷选手 他在所有的动作 在制作的时候 注意到没有 等一下 摄影机 摄影师要拿着这个 三轴稳定器 从头到尾要跟着 这摄影师也太厉害了吧 而且更重要的是 这里有很多东西 是一进到底 不能够停的 你跑过来双手空空 摄影师要拿个东西多不平衡 所以宝洁我们等到 这个花絮出来之后 很多网友讲说 哇靠 怎么会这样子 这摄影师在背后抓镜头 抓速度 还要冲进人群当中 他反应根本比后面的 忍者还要快 所以很多人都在讨论 是不是这些跑酷选手 都有非常厉害的幕后英雄 拿着镜头跟着飞天钻地 而且还要负责取景 但宝洁 真的有很多的跑酷选手 他有伙伴 也是跑酷选手 帮他长进 否则没办 拍出这么棒的 随身追尾的画面 所以我们必须要讲 在跑酷运动里面 连摄影师都不是一般人 都能够做出异于常人的动作 我们曾经谈过 梅里雪山是全世界最神秘的山峰 没有人可以登顶 就没有想到现在 拍到一个非常真恶的画面 你刚才想像 梅里雪山的雪崩是如此恐怖 哇 这个镜头太珍贵了 因为梅里雪山是藏人心目中的第一圣山 第一圣山 对 第一圣山 结果 不可以接近这附近 不能接近这个圣山 结果你看 居然这么美的梅里雪山 居然拍到它山崩真实的场面 这梅里雪山 注意喔 它上面雪并不厚 居然有这么巨大的一个雪崩 这样整个崩下来 这个雪崩真是太珍贵 太罕见 你几乎很难看到梅里雪山 可以拍到这样近的 这样珍贵的雪崩画面 好 那现在我们看到 梅里雪山的雪崩 来得又快又凶又猛 这让我们想一下 原来为什么中日探险 队到了梅里雪山的时候 碰到这个雪崩的状况 无一身还 大家来导播看 这个梅里雪山多美啊 就因为这么美 绝美中最凶险 这件事情跟1990年 中日登山队有绝大关系 中日登山队遇到了雪崩 而且是因为它们 才导致梅里雪山 不准人类再攀登了 全世界六千公尺的山 只有两座没有被人攀登过 梅里雪山 缸人波起风 一个藏人的圣山 一个藏人的神山 好 那1990年发生什么事情 1990年 大家认为这一次一定要登上 梅里雪山了 因为第一个 中日联合的日本东西大学 像中共提出来说我要攀 中共说对不起 我们一起攀 不然你日本人 第一个上梅里雪山 这不行 两个队一起去山 第二个 两个队三分之一以上 都攀过八千公尺以上的高山 都是绝顶的高手 第三个 带着最好的设备 第四个 日本队 还去他们最祝福的公庙 取得了平安福 这一定会保佑的 既然他们这么强悍的一个队伍 一定可以登顶了 而且梅里雪山才有六七四零公尺 结果他们17个人上了第三营 第三营 好 第三营之后 到1990年12月28号 六个人出发登顶 看起来天气轻浪 没有问题了 天气轻浪 一个最可怕的数字出来了 V山多高 六七四零公尺 结果他们在六七 六四七零公尺的时候 被困住了 被困住了 六七四零 六四七零 好 被困住之后 当时这个旧人说了 梅里雪山 他的山神不让我们攀登 大家不相信 说么好难得 来六四七零 只剩下270了 我们一定要等下去 28号大风雪 29号 30号 31号 1月1号元旦 1月2号 1月3号 连续六天大风雪 有人就说 我们要不要放弃 那不行 本来是现象预测上面 是没有风雪的吗 对 我跟你讲 他们还带了 卫星气象 侦测仪 在那边 全世界最先进的 本来告诉他们说 很好 可以攀登 怎么突然之间 连续六天 大风雪 而且有先有警告 先有警告 把你们困住 你们还不下山 而且我告诉你 他们多厉害 他们在1990年叛登 1987年 他们就全部在那边蹲点 蹲点干嘛 认识这边气候 认识这边方向 认识这边生活习惯 对这边吃的能够了解 不会拉肚子 这么慎重 1987年 就在那边蹲点 所以他们是很慎重的 结果 到了 更厉害的事情 1月4号的早上 所有17英人对讲机 静默无声 联络不上 更惨的是 1月4号早上凌晨 一个中国登山院的儿子 半夜起来一直大哭 他妈妈安慰他 说你不要哭 他说 爸爸被血埋了 他妈妈忙打电话 问上面 上面就打到吉利云 吉利云就上面 联络不上 上面有17个无卫星电话 对 没有一个通的 没有一个通的 还没完 那既然联络不上 总要知道是什么事情吧 这时候登山队 救援队开始出发了 救援队一出发 本来天气勤劳 救援队一出发 遇到大风雪 上不去 连救 我都让你救 你敢来侵犯我的事情 不请勾你 让你下去 你不下去 好 救援队 没有办法上去 最后救援队放弃救援了 最后 一放弃救援 天晴了 啪 什么东西 救援直升机全部去了 就救援队在上面一看 撒住了 怎么样 一点东西都没看到 帐篷呢 设备呢 帐篷没看到 衣服没看到 人的尸体没看到 仪器没看到 物品没看到 那其实电影中有一些东西吧 什么东西都没看到 没了 凭空消失了 被三整个吃掉了 三把17个人 全部吃掉 全部吃掉了 好 这件事情发生之后 美国人就不相信了 这个美国人是谁 尼克拉斯 柯林奇 好 尼克拉斯 柯林奇 他就说 我要来 试试看 试试看 19 我刚才讲1990年 对不对 他是谁 这个人不得了 他创下太多高山记录了 他是全世界第一个 登上文森峰的 对 文森峰是七大洲最高峰中 最后一座被登顶了三把 代表说 多难 多难 七大洲最后一个被登顶的 对 他是创下人类第一次的攻顶记录 这样一个绝顶高手 没问题了吧 1992年来 无功而返 他上不去 他上不去 他上不去美利神山 他不相信 1993年再来一次 上不去 他说这个山是不能被征服的 连他都被打败了 注意 1990年死的是京都大学的 他们不服气 京都大学开始苦练登山队 1996年报仇对来的 我们一定要征服美利雪山 结果他们所有的气象预报 全部做得好好的 挑最好的时间去登山 一开始上山 激励一扎好 大风雪来 大风雪来 大风雪来之后 你说这个地方完全不可测 对 你知道他们到达了1991年所见 就1999年1月4号 4号盈利相同的高度 但是 到那高度 也差200公尺了 对 一样到了巨大的暴风雪来了 最后 撤退 全部撤退 他们有经验的不能不撤了 对 他们一撤退之后 这是1996年2月1号 撤退之后 中共就开始宣布 这个山 风山 不准再攀登了 因为这个风证明没有人可以把它登上了 但是中共一宣布之后 产生了一个风 清山之后 1998年7月18号 山把17个人 尸体 遗物 全部吐出来了 1990那17个人 对 全部吐出来了 注意我们打马赛克 他们的遗物 尸体 设备 居然全部找到了 你看 你不登了 我就还你 好 最后一件事情 我要跟大家讲 这个人 野虎 最有名的登山野虎 他叫高家虎 他不相信 你不让我登 对不对 我偷偷去登 有中国的登山高手 登山高手 读到非常有名 云南登山家 2011年1月 他说 我要征服梅里雪山 上去之后 就没有蹤影 从死不见蹤机了 从死不见了 没有办法下来 三 又把它吞了 好 最后我要讲一点 我们刚刚有讲 美丽中有危险 那这危险中 也有藏着世界最美丽的镜头 大家来看 这是美丽的十三联峰 十三佛光金顶 在藏人里面说 如果你能够看到 十二黄金 十三黄金联峰的金顶的话 你一年运气都好的不得了 所以今天大家借我们镜头 赶快看一下 祝大家今年一年 运气都非常的好 好 那瑞德 接下来我们看一些 非常恐怖的画面是 你可能想想 一个推土机 要去弄一个房子 再碰一下 那房子就垮掉了 对 没错 事实上很多人都说 拆房子比盖房子容易 你看这个是要去拆房子 结果那个挖土机 在旁边 就突然间十二层楼 在重庆 重庆的这十二层楼 当他看那个画面 好像把那个挖土机 整个压下去的 挖土机呢 结果结果出乎大家意料之外 因为大家都认为 是挖土机一定死定了 一定完蛋了 结果最后 因为不忍足堵 想说糟了 挖土机上面还有司机 怎么办呢 那么出乎大家意料之外的是 等到后来 这个得说找到的时候发现 这个挖土机 刚好就在塌下去的那一刹那 从旁边过去 所以因为这样子 没砸到他 没有砸到他 你知道吗 因为如果单单从这个角度看 他一定死定了 一定认为他不可能活了 那么事实上 有很多的这种倒塌也是一样 你在挖的过程当中 像下面的这个挖土机 那么靠近 你一定认为说 也一定是死定了 就没想到他意外 阴错阳差的这个逃过一劫 所以他们在打这个相关的 下面的这个柱子的时候 其实要非常的小心 因为一个不小心 整个结构破坏了就塌下来 像这个塌下来 如果没有 你一个不小心 你一定会扎了一塌糊涂 是一塌糊涂 但里面的人 幸运的没有受到这个 等于说非常严重的一个伤害 那么事实上 像这个是直接整个塌下来 这种事很多 对 它旁边 其实它的旁边还有人 你可以发现 还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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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后面的人在尖叫 因为他们没有想到说会突然间 就突然间这样子 那么快的速度 没有想挖土机这么危险 还有人从那个里面 你看 注意看 里面还有人 人还跑出来 所以事实上 你那个挖土机 还是推土机 在那么大的一个距离 那这个悲剧是 这个后来被压死了 那么其实 他们在挖很多的东西的时候 会 你以为没有事 但是它会拉到 它很可能在倒下去的 那一刹那 会拉到旁边的东西 像这个就是 拉到旁边的东西以后 他们后面的人 在拍想说奇怪 怎么会 整个倒得这么快 然后拍的人赶快 把自己的关起来 因为怕它那个烟尘 全部跑进来 那么事实上 旁边有挖到东西了 那这个也是整个把 整个塌下来了以后 把那个挖土机整个淹没 那么你可以发现 那个整道墙 这样子掉下来 那下面其实就是 有一台挖土机 所以事实上 在这个拆房子的时候 遇到这种房子的时候 要非常的小心 然后这是什么 这是铁球 这是一个 他们要拆房子的铁球 就没想到没有做好 管理那个车子 车子被砸中了 所以怎样车子被砸 被砸毁了 就是因为他们在这个 拆的时候 没有做好相关的管理 所以才会发生这个 不可思议的一个错误 那么 晃回来撞到车子 你看那个铁球很重 因为那个铁球 是可以把整个建筑物 全部都弄垮了 那这个是 这个是不知道 那为什么在他拆墙的时候 他怎么没想到 我用这个铁锤在那边拆墙 那你墙 最后的支撑弄了以后 他整片垮下来 那已经要从上面往下 就他就受伤了 然后在后面的人 赶快过去关心 事实上他已经被这个 倒下来的这个墙 已经压到了他的脚部 也受伤流血了 所以这觉得匪夷所思 你在拆的时候 应该要知道嘛 那相关的拆墙的时候 有时候有些意外是 超过你想象之外 你本来用意是要整个垮 结果他没有垮 他这样垮了一段而已 他整个还撑在那个地方 这个也太厉害 他用一个捶进去把他捶 他本来用意是 我把它拆以后 这个整个垮掉 一直到后来又补上了以后 他整个才像其中的一面 这样倒下去 你可以发现他就这样 一直敲一直敲 那事实上这个 这个是还好是 这是发生了 菲律宾的12层大楼 那么还好是 因为他是慢慢倒的 所以他在倒的过程当中 他先弄到电线 炸垮电线 发出了火光了以后 他砸到对面的 事实上他先砸到对面的房子 然后你看12层楼的大楼 一样砸中了以后 全部倒下来 然后就整个全部都粉碎 像火柴和小汽车一样 全部堆在一起 就整个粉碎掉 那么事实上 这个也是发生在 这个菲律宾的一个现象 那这个状况是 在过去的时候 其实你可以发现 左手边 那已经开始有点掉石头了 路过的车子觉得怪怪 他路过的车子发现 好像有石头这样子掉出来 这个是非常激紧 因为他的激紧 所以救了他一命 为什么呢 他不往前走了 因为他不往前走 他发现不对了 还好他停下来 真的垮了 你看整个垮下来 他发现不对了以后 他如果继续过来 很可能就会压到他 因为是在他那一线 那么这个司机 因为他的动作 所以救了他一命 因为如果他这样过来的话 他会整个被他压下去 所以事实上 在看到这样的一个景色 当你发现有奇怪的落石跟土石 你看这个还冒险这样子过去 那么事实上 如果你冒险经过的话 没有停下来的话 搞不好就在这辆深色的汽车 过来的时候 那么整个倒塌的建筑物 就直接把它压在这个上面 而它倒塌的瞬间 时间非常快 你看一秒钟而已 一秒钟整个建筑物 就全部从上面 整个压下来 压垮了一整个车道 所以你看像这样一整面 这样垮掉的 这不太垮掉了 这哪里啊 这个一整面垮掉 也是让你觉得不可思议 因为事实上 这是发生在哈萨克了 它也是一整面的那个 不是墙而已 是所有的公寓全部都垮掉 那么你想看 这不是故意扒炸掉的 如果你是经过的话呢 那么你会怎么样了 全世界都有二战老兵 全世界只有一个国家 没有二战老兵 那是哪里 那是中国 那当然就很怪啊 中国打了八年抗战 中国在二战里面 死了最多人 也有最大的一个痛苦 怎么二战没有老兵呢 原来中国大陆共产党 没有打过二战 原来中国共产党是躲在山洞里面 原来中国共产党没有打仗 是让国民党打的 国民党流血流汗出钱出力 打了这场战争了以后 结果被共产党给掩埋掉了 可怜的是 国民党来到台湾 又被民进党给干掉了 抱歉 现在中国网友一定讲说我们邪口喷人 世界上哪有 只有中国没有这件事情 我直接给各位看 在加拿大 你直接看画面上 画面上加拿大奥太华的一场游行 为什么这么老头子 老头子就是所有过去加拿大 不是 我讲这很大火 大家是不是知道 全世界都说 这一代的人叫做最伟大的一代 美国人最崇拜的就是这一代的人 夸张的是 中国死了这么多人 牺牲了这么多的神秘 但是中国没有二战老兵 所有的国家都有 包含了加拿大 包含了美国 甚至包含了俄罗斯的胜利大游行 每一场里面都有老太龙中的这些士兵 甚至包含他家属 会捧着国旗来参加游行 但你有没有看过中国有讲我有二战老兵 大家参加游行 给他鼓掌 我告诉你没有 我们的祖父辈为了国家抛头炉洒热血 结果现在全部被掩盖掉了 保洁 而且更重要的是 中国现在跟台湾一样 大家都想要改历史 中国现在八年抗战要改成十四年抗战 为什么 因为当年在东北的时候 中共有组织过抗日 但所以如果你只讲八年抗战 中共没有抗战 但你要讲到十四年抗战 从九一八之后开始 老共才有参加抗战 所以现在2017年开始 小学课本 中国小学课本 叫做十四年对日抗战 他们也在改历史 抱歉 但我们如果这样子 我们干嘛生气 你改你家历史干我什么事 问题就是你这些老兵 每一个人都是比惨的 说有多惨就有多惨 你就是当时讲说 十万青年十万军 一顺山河一顺血 大家骗着老命来为保卫这个国家 保卫这个民族 就跟日本人打仗 结果到了共产党手上 甚不如死 保洁 我们直接拿一个飞虎队的飞巡员 叫吴奇少来举例 你知道他当年参加飞虎队 因为他是华侨 他是乔社社长的儿子 他乔社社长他爸爸跟他讲说 儿子长一定要回中国协助抗战 可是问题是他只能当飞虎队 所以他飞是什么地方 他飞的是驼峰航线 驼峰 二次世界大战里面 在两个友好国家之间航线 是所有空军折损最多的航线 因为你得要沿着喜马拉山脉 然后根据还进入怒江 结果吴奇少 开完了四次投风航线 顺利归来之后 他多么挺共产党 那时候跟国府来到台湾之后 还叫他的朋友 那个时候美军飞虎队 还有带着轰炸机来台湾 他叫他朋友载他到香港 从香港直接投共 但你知道他投共之后 什么下场 什么时候 当地说 这个人绝不可以 让他接近飞机 因为我们怀疑他的忠诚 那是黑武 他是国民党的 所以你知道 这是国民党的一念 他击落过五架日本战机 四次飞过驼峰 结果49年回到中国之后 劳改20年 而且劳改20年之后 飞飞机的飞虎队 他最后是干嘛 走垃圾 他每天早上要来扫垃圾 平常赚钱就是骑着脚踏车送货 而且送货 这是他当年开着飞机 经过驼峰时候的魔药 这个是他老了 孤苦无疑的魔药 包姐 他劳改20年出来之后 他说我会开飞机啊 有没有工作可以给我 一个工作都没有 只是让他 你自己去找三轮车拉货的 没有任何黑武类的差别 你就去拉 拉到后来 他竟然没有 你知道他的儿子 到最后 他临死之前才知道 原来他以前是飞虎队的 他根本不敢跟自己儿子讲 这么惨 所以保洁 在这种状况之下 你说为国家流血流汗的结果 是这个样子 还没完 其他的老兵很多都在云南 因为当年远征军 从云南打胜之后 回到 保洁 他几乎参加过 傅星德参加过 所有中国对日的重要战争 你知道他后来怎么样 他后来家徒四壁 所有中共的二战相关的 长征市 三八市 解放市 没有一毛钱奖金给他 而且又把他迫害 保洁 你知道 傅星德被多次遭到破坏 他在这边写两个字 什么叫迫害 你出去陪枪毙 你今天我把你抓进去之后 我要枪毙人 每次叫你跪在旁边 跟着一起陪 你旁边人死了 结果你发现 你自己捡到一命 他们是这样子对待 所谓的抗战老兵 他说远生机七十一军 当时救了英国人 是 后来现在的刘继兵 还弄了一个中国的徽章 是因为他们的关系 好 那我们其他再讲黄建文 你看黄建文 当时腾讯报导 后来整个报导被下架 因为黄建文到最后 除了劳改 除了被打之外 他现在连一口饭都没得吃 因为国家没有要保护他 所以他最后受访之后直接讲 他说狗都没有我们凄粮 你若有粥喝共产党 至少该给我一碗米糠吧 结果整个报导系列 全部被下架 所以为什么 不是不是不是 你这个对比是太誇張 俄国人家是怎么尊重 他们的二代老兵 美国只是尊重他们最伟大 最光荣的一代 但在中国大陆 因为你中国共产党不打仗 不抗日 你就这样子欺负别人 抱歉 而且老兵还说 汶川大地震 我还捐了七百块 结果现在我自己房子倒了 没有人来帮我 因为所有人都只知道 我以前打过抗日战 但没有人知道 打过抗日战这么可怜 保洁 国家对我这么坏 所以你知道 他们那些志愿者去云南 去滇免一带访问之后 都是哭着回来的 因为他说我们看课本 说当时共产党多么精力抗日 结果真正打抗日战的老兵 都是这种下场 保洁就是这样 所以后来到现在 为什么改成14年抗日 就是共产党想说 就共产党要摘点边就对了 对 那就变成我们的抗日 但你仔细看看 这些老兵 不是因为他们老 而是因为他们孤苦无一 瘦得跟皮包骨一样 因为我们包含了中国 都亏欠他们太多了 B kostenaba B drift 是gt Todd